欧盟委员会日前宣布,美国墨沙东公司生产的埃博拉疫苗获得欧盟上市许可,成为全球首款正式获批上市的埃博拉疫苗。 据悉,这款疫苗适用于18岁及以上人群,主要针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。 去年8月以来,钢果金及邻国已有数十万人接种,有效阻止了疫情蔓延。